位在贡辽大桥旁边的旧桥因为老旧 因此在新北涉携跟公所的合力之下 耗时了两天半的时间将旧桥彩绘 除了改善的秀石 外观也变得幻人一新 变成了一座七彩新桥 可说是相当的吸睛 最近经过贡辽大桥往旁边一看 就可以看到原本老旧的桥面以及栏杆 都换上七彩的新衣 让不少路过民众以及游客眼前一亮 贡辽局长陈文俊表示 这次透过地方公益团体新北涉携 志工团队合作 由公所出原料他们出工 大家一起合力将旧桥变新桥 公所跟公所的社会 这个为了我们公寮的旧桥 我们把它做彩绘 它做成为了跟我们彩虹式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 其实也可以装点 让我们的观料更有特色 搭配我们公寮老街 本身有的有机书店 跟我们感谢我们取务 在城墙区里做了整个共寮的一个老街 来做城墙风貌的改造 我想整个搭在一起 对我们 对我们的观光 对我们的变成 他都很好的帮助 担任这次彩绘之工的黄先生表示 他本身就住在老街里头 因为知道这项活动的时候就立即响应 大家花了两天半的时间将旧桥两旁的护栏 重新粉刷 换上彩色外衣真的很好看 也让这关门很有成就感 因为财绘是要为我们的共寮的美化 做一个新环境 美化和美观 看起来真的一起成型 看起来真的有七彩颜色 感觉很漂亮 不然都是黑漆 有生锈什么都有啊 不好看啊 就是我们给它美化起来 像那共寮 共寮那个大桥一样 湾桥一样都是 都是一样特色啊 民众过来一定也感觉就 有泛然一新的感觉 你同时在画那个好处 就是说也可以保养我们的桥 因为桥旧了 你说透过油漆的话 其实就是有保护的效果 然后彩色出来又更缤纷 我想这样子很有帮助 这样子文君也说 旧桥彩绘的成果不错 也让游客及民众惊艳 而志工们也打算再接再历 继续美化共寮旧桥 希望藉由重新的彩绘 除了改善锈时之外 也让旧桥成为老街的新地标 这边讲共寮长报道